又出每月份的My Favorite和雷品片 不過也不是那麼快 已經拖了兩個月了 因為之前都比較忙 唉 我不知道 懶了 突然之間 就拖到現在 首先就是講了這個Ultimate 2膠原和水份面膜 之前那些紅瓶 藍瓶 黑瓶 我都用過了那些精華 這次就是講這個面膜 大家可以先看看這個質地 其實是這樣的啫喱狀 都不厚身的 然後推開就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其實我收了很久 起碼半年之前收到的了 那我夏天又用了 現在又再試試 那我無論夏天敷和現在敷 其實它一敷上去就很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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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當你肌膚的細胞很缺水的時候 你突然泵那麼多水份 其實它會有一個訊號就是刺一刺 有一點刺激 那其實它就在吸吸這些水份 那這個也是正常的現象 就不是敏感的 不過呢 這個就真的刺得比較 呃 怎麼說呢 就是它刺的感覺都相當之強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你對我來說 是不是很保濕呢 我就真的覺得一般 因為如果我用pepper mask的保濕能力 是比這個還要高 這個不算保濕力很強 那所以如果以這個價錢來講呢 我就覺得有點不刺 它又不至於雷品 不過這個質素 這個價錢去買這個質素 我就覺得有點不太平衡 就是我覺得 如果以這個價錢 我買一些更加好 更加高保濕的東西都OK 那所以如果是這個講保濕力 是不是很強呢 我就覺得真的一般 不算很高 所以這個就不好意思 也是比我偏為雷品 Ultimate 2很少有雷品 但是這個我就真的覺得一般 好啦 接著就是講這支 L'Oreal Hydro Fresh 這個是葡萄紙的面膜精華水 這個其實我覺得它是好像 即toner 厚身一點的toner 應該沒什麼人當這支做lotion吧 我猜 但是如果你問我 會不會把它當作toner 其實我自己就不會的 因為我不喜歡太厚身的toner 因為當一些太厚身的toner的時候 你塗其他精華 甚至是可能是免傷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已經擋了 因為可能我塗B5Jer 其實它的份子很小 但是這些份子這麼大的時候 你塗了這個 先塗精華的話 其實就已經block了 變成之後的東西吸收不到 所以我就不會當它 用來做一個toner 反而會用來做一個 急救的保濕面膜 倒在棉花上 然後就用來濕敷 可能有時候早上時間不太夠 馬上用幾塊棉花 用來濕敷也是相當不錯的 大家也可以看看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 就是這樣的 都相當之 還未算是很厚身的 這樣 但是它唯一不好就是 都是有少少香料的 所以如果皮膚超級敏感 甚至是對香料很敏感的女生 我就不建議推薦你用這個 但這個不是雷的 因為它的保濕力就是相當之好 所以這個價錢 可能中學生或者妹妹 用這個 用來做冬天一個很簡單的濕敷 我也是覺得相當之OK的 好了 之後呢 都是講L'Oreal的Youth Coat 這一支Youth Coat 我就不推薦了 因為大家可以看回我的照片 那時候呢 一收到這支 其實我也是想買的 不過皮膚又送了給我 真是開心 但是呢 就很不幸 我對這支是敏感的 我一塗完的時候 就 臉就出了幾個 好像風冷的物體 好癢 即是突然之間敏感的 我塗完這個不夠兩分鐘 已經立刻起了出來 我都未塗臉霜 那就 起了一些風冷的敏感 即是蚊咬的樣子 然後就 好癢好癢好癢 即是癢到爆炸 就是對這支是極度敏感 然後就 不過我通常這一類型的敏感 我立刻洗臉 然後就等它一會兒 可能就睡覺 第二天就沒事的 但是這支的確是令到我敏感的 所以呢 我就 不算說很推介了 如果有些妹妹 就像我這樣 很容易敏感的話 其實我也不建議的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的 它的質地 有一點點奶白色狀的精華 其實它也挺厚的 哎呀 不好意思 撞到你了 其實呢 它也是相當的 但是 你看 其實它也很滋潤 也是滋潤的 但是所以你問我 它會不會塗完白色 其他東西呢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第一次已經敏感了 我不會再塗的了 不過呢 香料是相當之重 是堅重 超重的 它的香料 所以就是 那一句 對香料敏感 甚至是很容易敏感的女生 這一支我也是不推介的 好啦 那接著又是說一個雷品 這個是Dream Skin 應該都是韓國產品 但是我在香港買的 那時候就 因為這一支也是標本 譬如你有暗瘡 就是 塗完之後你的暗瘡會好 或者會修復 又或者是會 避防淡化暗瘡疤痕 那些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 不過呢 唉 好老實 這支99元 它有多少窩牛黏液 在裡面 也能數到 所以 其實這支對我來說 真的是雷 如果一般妹妹 用來做保濕 其實OK 但是你真的不預期 它會幫你淡化到疤痕 幫你預防到暗瘡 去暗瘡 就是它講到 裡面自己講得很神奇 但是它說 暗瘡皮膚一塗 就很快會好 其實這支絕對不行 但如果你說 我當一般油性肌膚 用來做保濕的精華 是OK 但是真的不要期望 它可以幫你去到暗瘡 所以這一支 對我來說 都是雷的 99元 唉算了 我真的不覺得它有多少窩牛 在裡面 這支真的 真是 堅抽不好用 好了 接著就講一個 面霜 Origins 這個面霜 嘩 我收了9個月 還是半年 我都不記得了 但是呢 我真的保持著 每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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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用到 這麼多了 其實真的用了很多 那 這個呢 我就評為中間 不是雷 亦都不是好 那其實呢 這個也沒什麼特別的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保濕的 面霜來的 那我逢早上 塗 即化妝之前我就是塗這個 那 亦都不會令到我化妝器 擦脂膠水的各樣都不會 但是它只是做一個很簡單的保濕 不過呢 它的香味呢 都尚算OK的 它好像有些骨子類 即橙 金 那類的味道 所以呢 每次早上用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塗一塗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是 真的有少少 那個氣味令到我好醒神 但是這個呢 是相傳 它的官方之內 就說 塗這個臉 會Active 會令到你的肌膚都會 換然一身 很舒服 很醒神 其實就 我覺得塗完臉 其實沒有醒神 只不過它的香味令到我好舒服 令到我好精神 這個就是真的 因為它這個味道 真的 你好像經常聞著檸檬 聞著橙 所以你會覺得很舒服 唉 所以我都 我都幾喜歡聞的 但是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保濕面箱 就是不要期望它有很神奇的功效 但是 以入門級來講 可能中學生都可以負擔得到 因為這盒子好像200 鬆一點的 就這麼大罐 我都用了大半年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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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個入門級的臉霜來講 其實我都覺得它是不錯的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它的臉霜就是這樣的 它的保濕力其實都相當之不錯的 當然啦 我自己的皮膚本身就是 內乾外油的 很容易會放油 或者是很容易脫妝溶妝的 但是這個保濕力都相當不錯 亦都不會說令到我臉超級無敵 飆油 其實它不是的 但是它不是清爽的臉霜 就是有少少保濕 和少少滋潤的效果 那大家女生就要跟著自己的肌膚來選擇 如果太油性的話 其實我就不建議了 一般可能中性皮膚 我都覺得OK沒問題的 好啦 接著就講那個雷品 雷品就是這個 Brighton的排毒Mask 因為之前我都見很多人都說這個Mask OK好啊 不錯啊 那我又收了一個 那我當然要馬上試一下 但是呢 我用了三次左右 開個給你看看 就是這樣 有點像我平時用的薄荷Mask 但是呢 我就覺得 它相當之臭 極度之臭 我不懂形容它是什麼味 但是真的一點都不好問 但是我是平為雷品的 因為它這個排毒Mask 其實排毒這家東西 就真的很窄 很厚實 這一類型的Mask 塗在臉上 何之為排毒 或者排毒 其實真的沒有人知道 但是這件東西 我用過三至四次 用在我臉上 沒有特別效果 沒有效果 應該這樣說 所以 比我平為雷品 因為我塗完是沒有效果的 真的 所以 在我角度 我就不覺得它是一件好品 因為 都沒有效果 塗了那麼多次都 其實它的質地就是這樣的 塗下去也都不 因為我初時以為它綠色 好像薄荷面膜 塗下去涼涼的 其實它就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效果 我就平為雷品 真的 因為這盒東西好像 百來二百元 但只有這麼小的面膜 我覺得真的好像 沒有什麼用 不好意思 也是雷的 好 之後就講一支Lancum的Genefite Genefite這一支 是基底液來的 我真的很難得 很捨得去買一支 這麼大支的Lancum回來 還有一買買了三支 就是怕死吃虧 因為剛剛我的朋友跟我說 有得價 所以我就掃了三支 雖然我這支是舊版 新版我沒有用過 因為我第一次用Genefite的時候 就是在Lancum買東西 送了這麼小小的相片 送了幾支 我那時候就有用了 那幾支相片都用完了 而且我用那時候 這個是舊版 那時候那個小小的也是舊版 我用那個效果已經非常好 所以我就沒有買它那個新版了 那這個Genefite有什麼特別呢 那肌底液大家都聽過 那我之前也說過 肌底液是在爽膚水之後用 那你用了肌底液 就可以把你的皮膚的屏障打開 令到你之後用的精華 就更加吸收 甚至是把它的威力發揮得好一點 那 而這個Genefite跟我平時用的肌底液 有什麼不同呢 這支Genefite就是 怎麼說呢 塗完之後呢 它的保濕力又不會幫你達到很高 那看看你之後會塗什麼精華 但是呢 它令到你那個肌膚的質素好 和肌膚的毛孔細緻了 這個就是做到很明顯的 那所以為什麼我這麼重金 都要買回它回來呢 那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它是令到你整個膚色的質素好 皮膚細緻了 和滑了很多 這個是很明顯的 那所以呢 我有時 因為買了這麼多支的時候呢 我覺得好像 豪用都不怕 那所以就有時 敷軟膜粉用這個打底呢 或者是敷面膜用來之前打底呢 這個真的相當之很正正的 啊 經常都忘記 開給大家看 不過這個唯一不好呢 就是要這樣繃 我經常都覺得很麻煩啊 這樣繃 因為它每次的繃做得不好 你看看 繃得很少出來 因為我已經繃得很大力 但是呢 它只有整支管的五分一 繃極都是只有五分一 看得很少 不過其實一繃都可以的 不過我覺得你的管做得那麼長 但是你又躲得那麼少出來 好像怪怪的 這個呢 我通常塗 任何精華也是 或者其他日都是 我不會這樣怎樣怎樣擠的 我通常呢 塗我的手都擠著它 然後就印在臉上 哎 先印在頸子 然後呢 就是這樣塗完之後 就塗精華 那這個呢 其實它不是香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香料 但是呢 不可以說香 又不可以說臭的 不過 不是令人香的味道 只可以這樣說 但是這個功效呢 就相當之不錯的 那大家都可以有機會就去試一下 或者去Lankum買的時候 看看會不會送一些殺細瓶的給你 我也是因為試了它的殺細瓶 所以我才夠膽死買的 好了 接著就是講化妝品 這個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見過 應該都見過了 這個就是Benefit的遮瑕膏 但是它的遮瑕膏 我用得很臭怪 這個遮瑕膏呢 就是中間遮瑕膏 但是旁邊呢 好像潤唇膏的物體 是一些蠟狀的東西 蜂蠟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但是呢 它旁邊的東西 就是令到 那個遮瑕膏更加滋潤的 那麼 所以我都覺得這個遮瑕膏 其實很滑滑的 它 即是它遮瑕膏 當然有一定的遮瑕度 但是因為 這個遮瑕膏其實是好用的 因為譬如我自己用了 黃色的遮瑕膏 遮了眼圈之後呢 我也是用這個 輕按到那邊 讓那邊不會那麼噁 因為那個顏色會 色差很大 那我通常用這個 就把那邊 或者面上的小瑕疵 但是因為這個顏色 對我來說 有一點點淡 所以就變了 在我其他面上的瑕疵 顏色就不算很適合 但是它的質地呢 都是相當之好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但是我都覺得 Benefit的遮瑕膏 是不錯的 好了 之後就是講 Sumura新出的粉底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它的粉底先 就是這樣的 那我出開給大家看一下 那其實這支粉底 對我是喜歡用的 但是有好處 也有必須 它不會有100%好的產品 即是我經常都覺得 即是適合我 是未必適合你 但是我會喜歡這支粉底 因為我是內乾外油的肌膏 所以我就不可以用一些 很乾很乾的粉底 甚至是Base 都不適合用的 所以Sumura的泡泡Base 我是完全用不到的 我一用完 雖然是令我之後不出油 不過我臉 就乾得好像很 看著看著 好像龜裂的樣子 其實我不喜歡的 所以我就比較喜歡用 一些水分很重的Base 而粉底 我也不喜歡用太乾的 那好像這些 濕濕的 我是OK喜歡用的 而這支粉底 我初時塗在肌膏上 其實是相當之貼的 是好像跟我肌膏融為了看 而且不會乾 不會浮粉 它是相當之貼 和潤窄度是相當之高 但是它有一個謎處 就是可能你化完兩個小時之後 它就開始泡油 就是它沒有脫妝 對我來說其實它沒有脫妝 也沒有浮粉 但是它就開始泡油 就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可能隔兩個小時之後 就要不斷地印一印 用紙巾印一印去面油 但是你說它之後會不會 它會不停地出油 那又不算很誇張 如果我外出 就是化完 出去兩個小時 我基本上用紙巾印一轉 之後再掃上少少碎粉 其實都可以保留 但是就是有少少泡油的情況 就是它沒有脫妝 就是我抹出來 它不會說很多粉 都脫了出來 但是它真的有少少泡油 所以有人會不喜歡這支粉 因為會覺得它脫妝 就是覺得它浮粉 浮粉 溶妝 其實它的妝是沒有溶的 但是它又是有泡油 但是那個妝還是黏著在你的臉上 不過它真的有泡油感很重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所以說 都喜歡這支粉底的 這支粉底我都 因為這支是第二支 我第一支 那個BA配錯了顏色給我 但是配錯了顏色 我都用到這裡 之後就配上一支正確的 這支就用了一個星期左右 舊的那支也用了很多次 所以這支我是喜歡用的 但是如果用這支的時候 我會用一些定妝能力 比較高的水粉配合 那效果就會好一點 那翻油情況就沒有那麼嚴重 那大家都可以 不妨我先試一下 看看它會不會有些 sample 大家試一下對不對 因為如果油性肌膚 我就覺得這支未必對的了 如果乾性又或者 上光疾度比較重的女生 其實可以試一下這支 我也覺得OK的 剛才的粉底 其實它一買的時候 就會附送這個波波 就是這個海綿的 sponge 超級舒服 我很喜歡用 它的 sponge 比我想像中 我本身附送這個的時候 我沒有打算用的 因為我覺得 一定很膠 或者很膩 又不是 是我用過這麼多個 最舒服的一個 因為我自己也有買這個 這個也不便宜 夠幾水一粒的 但是 很神奇 這個是好過這個 因為我沒有 因為這些 市面出得太多了 韓國也有 不同的牌子也有 就是 超膠 超純粉 其實推粉推得不好 但是這個質感 是相當之舒服 比這個更軟 更軟 而且它這個 那個質感很 就是摸下去 好像有些少 絨毛的質感 其實它又不算完全海綿 有些少許絨毛的質感 所以那個貼伏力也相當高 當然 這些 一用到泡沫 其實它都吸粉 所以 變成要用多一點份量 但是這個 其實真的比這個 相當之好 但是這個 我記得好像它沒有散 它怎麼樣 都是連同那支粉底的 但是這個泡沫 我也是很推介的 當然這個也推介 但是這個 有一點不好 就是這個 很容易發霧 這顆是我第三顆的 有時候 我洗乾淨 就放在廁所 吊著 都會發霧 不知道為什麼 是用過可能十天的 都發霧 所以大家都可以 傳放小心一點 其實我已經很小心 但是都發霧 香港的 沒有計 這個我真的很推介 這個波波 這個真的很舒服 好 那接著 就講眼影 又是 Sumura的眼影 其實Sumura的一顆眼影 我都很推介 因為出作必備 除了MAT之外 Sumura的眼影 其實出作是不能彈的 剛好 這一盒 是PR傳過來的 還是全部都是 大地色的 啡 tone 我真的自愛 這一盒 我就不捨得拿出街 即不捨得拿出作了 這個就留下我自己用 因為我本身已經有一盒 專門是出作的 啊 試完一些顏色給你們看 你看看 它的顏色真的相當不錯 而且顯色度都高 也沒有什麼非分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相當不錯 一分錢一分貨 因為我手上的眼影 其實我是很推介的 因為我自己也有買開 我們出作用 好了 說了這麼久 就是說 我最喜歡的香噴噴 這一枝呢 都是cheap雞 我這樣說好像很壞 這一枝是CAMIC 但是不可以叫做香水 這一枝頂孔可以叫做body mist 即是那一類 身體的噴噴 但又不是香水 因為它本身保持不久的香味 它是很像爽身粉 但又很BB味 但它不是完全爽身粉味 我不懂怎樣形容 唉 我真的不懂怎樣形容 為什麼我會買這一枝香水 是因為我小時候 很小時候 可能你80後的女生都會知道 你小時候 可能幼稚園至少學的時候 就用過一包紙巾呢 就是很薄一薄白色的 就是薄一薄 好像這些這樣 一包紙巾中間扯出來 就是小時候還沒用到ample 什麼ample 還沒用過temple 但是 那時候是見歷史 是不是叫見歷史 見歷史 好像類似這個包裝的紙巾的世界 就是中間有一條線 這樣抹開了 就撕出來 那隻紙巾呢 是有一陣香味的 好像爽身粉 很喝的香味 就是這一種香味 我其實很喜歡這一種香味 然後戴了之後 我經常找回那包紙巾 其實都是找不到 我去過藥房 去過那些什麼 什麼大型的超級市場 其實已經不見過那包紙巾的蹤影 但是 我是很懷念那種香味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很喜歡那種香味 但是現在就被我找到了 就是這一種香味 搞到我現在天天都噴 真的很爽 有時候 香味是自己喜歡 但是 在我角度 香味是一種回憶 這個就是我小時候 童年回憶的味道 就是那包紙巾 那包紙巾 我真的很喜歡 小時候 我就經常都帶著在身上 但是特大一下就買不回來 這個就是 跟那種香味 真的一模一樣 我真的很喜歡 唉 有點神經 搞到我房間又噴 人又噴 衣服也噴 真是 很爽 不過這一枝就雖然 它不長時間的 所以 我有時候都會帶出去 突然之間 突然在身上噴一噴 唉 真的很爽 而且它不是很貴 就百多元 我也覺得 妹妹買這些玩在這裡 可以的 好了 最後又是說一支香水 這次就是 Dior 這些Dior 是水魚佬送給我的 唉 都是很香 唉 很香 唉 很喜歡的 這支香水 我都不 不知道的 最近真的很喜歡香水 然後就 水魚佬就買了 不知道10支 8支給我 買了很多支香水給我 其實我噴不完 買一兩支OK 我不知道它做什麼 然後呢 唉 這種味道也是我很喜歡的 噴一下 這個呢 其實我覺得是有一點酸的味道 果汁水果的 又是好像橙 金 佛手金 那類的味道 這個呢 我都覺得相當之喜歡 通常我出街 就 如果去一些重要的場合 或者去撐 我通常就是噴一些漂亮的東西 平時出街 就是噴一些BB東西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 真的 這個也很香 唉 但這個就不是香水來的 唉 唉 又想問 真的很爽 好了 今次9月份和10月份 其實當然試的東西 就不止 但是因為真的很難 一條片裏面 出光 我就會 斬開 之後呢 就會再出密一點 因為有很多人留言都說 為什麼今次出片隔這麼久 等了很久 因為我之前又真的懶 不斷插一些旅遊片 然後又懶了 不知為什麼 之後 勤勵一下 再出更多一點 就是這樣 高天 收工 拜拜 明天 更多 先看 散服 的 功調 很不 instantaneous 發那種 無聲 好